在座的各位的年紀都是有不同的 不過相信牙齒都出齊了 問問他們學了多久 你們學了多久 還有為什麼喜歡學長笛呢 問問Ariel 我從五歲開始學 我學了四年長笛 四年長笛 為什麼喜歡學長笛呢 因為我覺得長笛的聲音很悅耳 還有外表很漂亮 外表很漂亮 甚麼時候呢 我從五歲開始學 我學了六年左右 因為長笛可以大大比賽 比賽的技巧又簡單一點 就可以獲獎 Isabella呢 為什麼 我從七歲開始學 長笛可以吹得很高音 還有聲音有時候也很甜美 我可以出去比賽 可以獲獎 可以給自己的自信心 我本身很喜歡音樂 所以我選了長笛 音樂也可以給自己的自信心 還有一個很好的興趣 問問Jason呢 Jason是為什麼 我從七歲開始學 大約學了六年 因為長笛方便攜帶 還有眼光閃閃的外表很漂亮 很多人都喜歡長笛的外表 我認為一把就像寶劍一樣 但不知演奏上技巧又需要注意些甚麼 Casey 你吹的時候 口型要小一點 如果你吹高音的時候 不好意思 因為為免它要爆音 那這樣就影響了你比賽那首歌的甜美的感覺 甜美的感覺 一個挺好的形容詞 有形容長笛的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甚麼地方想補充一下 現在的學生當然很喜歡吹歌 但是有時會忽略基本功 會覺得練長音和音階會很沉悶 但這是一個必須要練習的技巧 是基本功 如果練得多音階 就對音樂的認識會比較多 你分析得好一點 就自然會更好 相信他們都做足了這些技巧的練習 因為他們都拿了很多獎 想問他們拿到獎的時候有甚麼感受 Ariel 我覺得很大的滿足感 很大的滿足感 Casey呢 很有成功感 成功感 Isabella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學到很多東西 Jason呢 很有自信心 很有自信心 那老師怎樣看呢 現在可能很多老師會叫學生去考試這件事 這件事 我其實鼓勵學生 譬如學到某一個程度 就試試考試 就挑戰一下自己 看能否達到那個程度 但是就要注意一下 譬如平時的活動安排 會不會太多其他活動 令自己很忙 精神又不夠 這樣就練不到場地 我知道你會為我們表演一首歌 Ariel 可否和你介紹這首歌 我們今天會唱 由巴勒克時期的法國作曲 Boys Montia 再的一首歌 那這個時間 立刻交給他們表演這首歌 會不會太多了 多了 會不會太多了 一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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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